南洋村 南洋岛 南洋岛与周边的湿地 伟田 构成了岛水香园的 湖区奇特景观 北一锦银城区 南昊江苏丰沛 东宁孔孟圣地 区赴 邹城 西通牡丹之乡 和泽 区位具有明显优势 以前的南洋村 是以养殖捕捞产业为主的 小渔村 根据政府的整改规划 保护了生态资源 改善了生活环境 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逐步把南洋村建设成 现在的美丽乡村 我现在是在南洋古镇的西渡头码头 现在我们就要坐船到南洋村去看一看 听说乾隆皇帝的慕念而来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到村里要开多久的船呀 这个 得二十五分钟 二十多分钟就到了 那咱们村里主要是靠着什么来维生呢 有的靠旅游 咱们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船呀 我看湖面上好多小船啊 老百姓出门 出门的船 那就是老百姓出门的船只 老百姓出门的船只 它必须有用船 它没法走 它找到湖面就必须用船 这就是咱们湖畔人家的特色风光 鸿向有船 都需要以来 叫做到重点 才能得到 咱们是来自带上的船 这有老百姓出门的船 不是 那又要不给你 老百姓出门的船 哇 你们 向ar 一 还 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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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 对对对 这个也是咱们利用湖里面的铺草 进行手工编制的一种铺散 这是纯手工的吗 纯手工的 对 这一个提栏也是的 也是手工编制的 可以放一些家庭的一些用品啦 水果啦 或者一些鸭蛋之类的 那都是谁来编制这些东西的 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居民 这个在咱们古代呢 就是可以用来装鱼 从湖里边捕捞上来的鱼 放进来之后 然后带回家 装鱼 装鸭蛋 对对对 再往前看一下 好 这么多小鱼干啊 对啊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 咱那个湖产干货的一个售卖店 这个就是咱们风干鱼 就是腌制的鱼干 把这个鱼进行清理之后呢 用特殊的材料腌制 然后挂在那个通风处进行风干 这样一鱼保存 包括这些小虾啦 还有前面咱们看到的 这些零米零角之类的 这都是狐狸生长的吗 对对对 对 清湖里的院生派的这些好东西 那个是咸鸭蛋吗 对对 咸鸭蛋 对 最有名的是这个咸花味的荷叶蛋 哪个是啊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 哇 这么多黄啊 咸花的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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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闻 特别香 对 咸鸭蛋 真香 咸鸭蛋 鸭蛋小组 年节喜事都会争相购买 十九大以来 政府大力扶持乡村振兴 给予优惠政策补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后 帮助他建立网络销售渠道 早期的两三个腌蛋缸 如今已增长了十倍还多 并且开始接受海外订单了 宋红梅不仅自己致富 还带动周边的村民增加了生活收入 挑衅鸭蛋 首先我们在选担之间 选担狐狸的山羊的鸭蛋 用什么它吃咱狐狸的 有那个睡草 还有咱狸羊的天落 还有小雨消暇了 所以说咱这个下来的鸭蛋呢 胆情比较念臭 里面含的胆肥脂特别高 蛋黄再颜子出来 又亮大还啥还响 咱从圈儿埋了之后 首先它都要筛选鸭蛋 那怎么筛选呢 筛选鸭蛋呢 首先我们要一手拿三个鸭蛋 然后呢我们这样听声音 就可以听出来 这个优质的好的和坏的 鸭蛋就可以选出来了 选出来的优质鸭蛋呢 就可以下在缸里面 然后我们腌制 把这缸下满 一缸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加上 我们自己熬 通过咱们湖里的 这种野生荷叶 用我们迷智的 主传的这种秘方 用迷智的方 熬成水之后 在缸里腌制 根据客户的要求 比如说它要 我不太咸呢 我就可以四十天给它出缸 如果我要油量大的 很咸的能量 我要六十天给它出缸 这样 所以说我们这里 贵都可特别多 每年的货量 都供没有轻 可以说就是 根据咱说 口北相串 吃了之后 哎呦 他就说他这鸭蛋好 什么什么都要买的 他就可以这 穿过越穿越多 所以说我们这里 客户越来越多 大姐咱们之前 腌制鸭蛋的时候 就有这么大的工厂吗 嗯不 一开始腌制的时候呢 是我们一个小家庭 在一个就一间房子 可以用一个缸 就三十个缸 循环的腌 慢慢的呢 客户越来越多 我们发展的 就越来越大 这么多鸭蛋 肯定你有自己的工人吧 对 那咱们的工人 都是咱们的村民吗 是 是我们的邻居 还有我们的 这附近的这些寝贴 就来给我帮忙 一开始没不需要 我这么多年 慢慢呢 咱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随着咱们旅游开发 现在我们这里的 游客越来越多 所以说我这里的 销量呢 也越来越大 我用的咱们这些 这些工人也越来越多 那就等于咱们 这一个鸭蛋厂 也带动了咱们 村民的这个生活 嗯 也带动了咱们 村民的这个发展 嗯对 咱们村里也比较 支持咱们的农户 做这样的相关工作 嗯 支持 咱们想村领导 想村领导 都可以支持咱们的工作 也很认可咱们的产品 那从一开始的小作坊 农户制的这样的生产 到现在我们有 自己的大的工厂了 这生活 是不是变化得好了呀 那是 生活越来越好 嗯 现在也高兴 在于就是客户也满意 我自己的收入也提高了 在于我们这里的 十里八项的这个 邻居在十里八项 他们的收入也都提高了 刚才我在门口看到有 那种塑封的压单是吧 是的 做了塑封 说卖到更远的地方了 是 都可以卖到国外去了 咱们都做进出口贸易了 是的 是的 这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 就束缝的这个过程吧 好 大姐 这是什么工序呢 这种鸭蛋 这已经是做熟了 做熟 这种鸭蛋已经蒸熟了 对 准备中袋了 还热乎着呢 对对 还热乎着呢 可以打开个尝一下 好呀 你看看这种鸭蛋 看一下 这么多花 你看一下油量还大 你尝一下香不香 嗯 特别香 这个油脂非常的丰富 是不是有一种鲜黄的味道 对啊 太好吃了 有一种鲜黄的味道 对 那我们这种就是 苏丰好的鸭蛋 是 这种鸭蛋 苏丰好之后 它更便于浸泡 浸泡的时间更长 这种鸭蛋 可以浸泡多少天 这个可以浸泡半年 可以浸泡半年 可以浸泡半年 对 谢谢大姐 请我吃鸭蛋 谢谢您 不开心 不开心 咱们现在看到的那一个景点 叫湖记钱庄 咱们当地最老的一个钱庄是吗 对对对 保存完好的一个钱庄 我们进来看一下吧 好 现在我们到的是咱钱庄的后院 咱们前面看到的呢 就是咱钱庄的大客户接待室 相当于现在的VIP 对对对 您看咱那一个钱庄的窗户 都是铁柱的 对 那是咱们货币的那个库房 包括您发现了没有 咱那个墙 前庄的墙都非常的厚 咱正常现在建筑的墙都是20公分 在古代的时候都40多公分 加宽了一倍 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货币 对对对 现在咱们那个钱庄呢 主要是作为咱南洋村的一个景区 对外接待游客 让大家更好地去看一下这个历史 这个对断文化 对 古老的砖墙 岁月的沧桑 古时往来传之贸易频繁 小岛上的钱庄 证明了当年南洋村的繁华 往来贸易 一砖一瓦 都保留了之前的文化气息 随着时代的迅猛发展 手机支付 电子网银等付款模式的改变 更增加了这里岁月的厚重 如今的钱庄 已经变成了游客打卡的必到旅游景点 转眼已经到了正午时分 各家的饭菜香味隐隐传来 湖区里的特色美味 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老板娘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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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咱们这好吃特别多 那我带你家看一下吧 好 永远都是笑意盈盈的李伟 除了农家菜馆老板娘身份之外 还是南洋村里的人大代表 这家餐馆就是几十年来 他和老伴的经济来源 头几年 饭馆生意十分寡淡 旅游区建立起来之后 公共财政更加大力度 向三农倾斜 交通设施的完善 使得观光游客成倍增长 老两口的餐馆干净卫生 量大实惠 收入更是稳步上升 原本容纳三五人的小门面 扩展到现在的大饭馆 李伟非常满意目前的生活 大姐 咱们这好吃的特别多是吧 对 我们这里好吃的特别多 那你跟我们说说 好 我们这里的低锅鱼 是三十五一锅 松锅饼 我们这里的荷花 香酥荷叶 都是这里的特色 还有我们现在经常卖的零米 凝椒米 像我们南洋的 四个鼻孔的鲤鱼 很有名 很出名 现在我们坐在这 结果有大部分都是 四个鼻孔的鲤鱼 那咱们这生意怎么样 我们在这生意好 特好 就是因为有旅游开发 我们南洋村带动的这些旅游 来的特别多 对您未来的生活 跟对这个店有什么期望吗 我想希望你的生意 就越来越红乎 希望生意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对 越来越好 越来越红乎 好 也希望您的生意 越来越好 好 谢谢 谢谢 四笔鲤鱼 手贴锅饼 荷叶蛋 青虾 菱角等等等等 湖区人们对湖区小吃 怀有至深的情感 世代享用不厌而传承至今 一路上见到的所有当地特产 都将在厨房的各种锅灶里 大火翻炒 小火慢炖 一边散发着香气 一边咕嘟咕嘟冒泡 最与众不同的是这里的和鲜菜 全是当天早上在湖里捕捞上来的 而菜单也是根据当天的收获决定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诱人 为了保护湖区的自然生态 灰山湖内退池还湖 禁止网香网围等养殖 每年固定的三至五月休渔期 能够确保渔产稳定 清澈的湖水 波光淋淋 湿地芦苇 蓬勃丛生 打得生态牌 挣得生态钱 观念革新的同时 人与自然也在和谐发展 此时遇到的 是南洋村最独特的一处风景 这位不做办公室的村之书 叫做马令民 在南洋村生活了一辈子 也为南洋村操心了一辈子 每天开着清洁车 在村子里东奔西奏 为村民们解决各种日常民生问题 也是她 在解决家长里短的同时 提供村围场地 鼓励妇女编织 好 刘总 你好 好 你好 这是南洋村的马书记 马书记您好 你好 听说咱们这儿的手工艺品 别人都特别好 是 对 让马书记带您去上院来看 我带您去 好 走 好 你看这个 小背楼 小背楼 这是我们 在湖里用这个铺草变的 是吧 我们村民用这边 这个铺山 这是铺草变的 铺草变的 铺草变的 手工变质 手工变质 是 院外没村 院现在是靠洋制 给这个 破了 因为湖水无染 上去呢 就把这个什么 就是 腿穿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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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行呢 专到老百姓呢 都发展鞭子 高鞭子 收入很好 收入很好 是吧 挺好 这个你不让你 你试试 试试两个 好 好 我来试试 跟大姐学习一下 什么编织的 大姐您编的那是什么 那是菩萨 菩萨是吧 就是这个 就从那里 好 您编着 这个工程有点大 大姐您这个编的是什么 小青蛙 小青蛙 手好巧 现在过去 就编上好块儿 现在可以换钱了 可以换钱了 可以换钱了 这一个小青蛙 换好五块钱 是吗 整加了手足 也什么 搞活了经济 这个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蒲草 蒲草 这是咱获里的野生 蒲草 哦 那您现在做的事 是便飞为宝呀 是的 是的 现在 都在这高火镜上 这是住着这些 我把妇云通他们编制 上网了后卖去 我给他们换点钱 把他们托平制服 您带动了咱们村的这些妇女 对对 共同来编织这些 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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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楼 小青蛙 换钱 付贴家用 这东西好编吗 也好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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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个旅游的发展 旅游的发展 经济的进步 是 又编成了一个 真好 小青蛙 现在小青蛙的又编好了 是的 您带动了多少村民 共同在编制这个呀 四百户吧 十多户呢 嗯 咱们每人编这个蒲草啊 蒲草啊 蒲草啊 这些东西 能花多少时间啊 撕了没弄一个 十多分钟一个啊 那还挺高产的啊 现在咱们湖里的这些蒲草多吗 多啊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其中整的复品湖 有好几家都编的 这的托片 帮着的托片 帮着托片 有些 嫌小产美的 好开了 嗯 变好了 小青蛙 马书记 咱们这个村有多少人口呀 两千七百多人 咱们这个村发展现在怎么样啊 发展 现在发展很好 这个村大部分就是 三分之一 靠运缩 有三分之一嘛 靠经商 因为是个主地村 经济发展很好 在这个衣裳 这个没退出换物之前 这个静静条件 还不能够 通过旅游 通过旅游 这个 有高 编制加工 这个 饮食服务 这个村 静静条件比较好 嗯 还有可肚串 嗯 这个 都在这个村里 嗯 水乡自然的生态环境 造就了生态化的城镇生活 渐渐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民俗传统 水生植物的编织 便是爱湖村传统的手工艺品 每天忙完家里的活迹 大家便相约着坐在一起 沟通新编法 研究新花样 闲话家常的同时 既放松心情 又补贴家用 这样的生活 十足愜意 日投西下 湖面变得金黄 也是节目组离岛的时刻 习惯了过去都市的紧张生活 这一日 没有汽车的轰鸣 没有匆忙而过的旅游 有的是十足的身心愉悦 全村2700多人 却拥有一百三十八个姓氏 这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大的宝地 因为生活富足 所以热情好客 又因为民风淳朴 所以引人向往 乡镇政府的大力支持 返乡学子的清新建设 这样的良性循环 使得南洋村的未来 生机勃勃 蒸蒸日上 太多的人文故事 与新农村的田园木戈 在这里和谐发展 南洋村所在的南洋镇 先后被授予山东最美乡镇 中国旅游文化名镇等荣誉称号 湖中运道雨粒渐渣 成功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树高千丈 源于根深 大厦巍峨靠的是地基坚固 乡村振兴让国之基更稳 也让农村力量 正被更多人所看到 序 遗免 序 序 序 墨